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好 今日是11月24日 距离恒指的结算 只剩下几天 恒指方面 今日还维持不知怎好的架局 今天是一個比較上面大家值得要留意的日子 另外我們今天會看一看說一下金這個問題 很多朋友都會認為美國政府現在印了這麼多銀紙 金價一定會上升 這個按照傳統的經濟學理論是會的 因為你銀紙印得多, 樓價都升了 金價為何不升呢? 很多人想不明白, 其實有一件事 我們為何要賣樓呢? 其實你想想一件事 和牛的牛肉都貴了 不過問題有一件事 和牛那裏不可以儲存 和我們所有很多的投資者不會走去買黃牛牛肉 曾經有個時期之中 那些人去買酒, 紅酒等等一樣東西 那之旦出現了一個問題 儲藏一出現問題, 這些酒就可以一文不值的 金就不同了 我們等到這裏之後 十年黃金變難和都可以翻身 那這個是以往的歷史 今時今日怎樣呢? 第一有樓 第二有一件事叫Bitcoin 第三有一件事叫芯片 其實這三件事是特性和金是一樣的 金是稀有性 Bitcoin也是稀有性 因為很難做出來的 嘩 然後芯片就更加難了 如果不是的話 中國哪裏用這麼危機 這問題是我們有一件事 我又問一點 鑽石也很難找的 我們有些叫人工鑽石 蘇聯有些叫耗石 有些叫人造鑽石 都是比較上用很高的技術出來的 為何人造鑽石、蘇聯石 永遠不可以買得貴過 這個是真鑽石呢? 其實不應該這樣 因為蘇聯石的硬度 勇於工業上面 跟真鑽石是相弱的 其實大家都是等落高壓的火 一齊都燒光 是卡芬大樂 那為何會有個分別呢? 是因為很簡單 投資者like與不like 今時的投資者 他們全部走向摩登法 他們認為 用電腦製造出來的東西 用電子製造的東西 就是值錢 因此芯片是值錢 其實它做的 這個芯蘭複像程序 和做人造鑽石 可能都是大家相約的 不過由於芯片有廣泛的應用 我們人造鑽石 就算掛到成身也好 都是沒有什麼實用的功能 因此蘇聯石 不能為它帶來了財富 美國人做芯片 就為它帶來了財富 但是我們來看看 我們製造這些物品出來 是一個製成品 Bitcoin也是一個製成品 它們不是因為它有稀有性 它們覺得稀有性 就是難做出來的意思 黃金和真鑽石 是真正有稀有性的 那現在的投資者 傾向於將錢 這個美金印得多 其實就可以買了Bitcoin 而不是走了買黃金 我們現在找得到 或者這個月裏 找得到很多錢 由黃金方面 是流出去Bitcoin 為什麼呢 因為很簡單 Bitcoin呢 它們始終還是有一件事 就是 以前的持貨人少 黃金 你真正不知道有多少人持多少金 我們在這個中東一帶的地方 地上可以有多少人 以前由元朝以來 是儲下多少黃金呢 我們要記住一件事 回教方面的經濟 很多時是以黃金來作交易單位 整個回教的經濟裏面 我們一定找得到 就是整個中東地方 中東地方裏面 歷朝歷代 它們收集的黃金 真的可能為數不少 當然我們也有民間的藏金 也都會有政府方面藏金 我想問 閣下你有沒有Bitcoin呢 你沒有的嗎 所以日後如果你要買的話 不會貴了很多 不過你說我會不會買呢 我自己本人 我就告訴你 我不會買的 為什麼呢 因為Bitcoin 第一件事你問我 它有什麼價值呢 很多人就認為我 你老餅 你不懂科技 因為Bitcoin 這個挖出來的事實 很困難 要用很多電力 我只是想問 你用這麼多電力 你不如做冷氣機吧 為什麼要搞Bitcoin出來呢 那些人是認為這樣做的 那你沒有法子的 那你喜歡存Bitcoin 就存Bitcoin 我是覺得 始終起目前 這個世界上 都是芯片最重要 這個芯片這件事 它真正可以變成黃金 它是有的工藝 也有的稀有性 當然稀有性 完全是相對的 在這一點裏面 當我們的社會生活 是要做一個變化 特別中國要做萬物互聯的話 很多類型的芯片 不只是說7納米 5納米 3納米 1納米 0納米 以至負納米 才是值錢的 我自己個人覺得 36毫米的芯片 都是可以有到市場價值 至於這一點 我就覺得 芯片 反之是我們很多 一般普來人士 值得應該去留意的東西 你若然 如果沒有錢買Bitcoin 你認為它不值錢 你又覺得黃金 拿回來之後很麻煩 我就覺得 你可以去想想 留意多一些芯片股 因此我今天 會專門和大家 在這個價格上 討論兩隻芯片股 就是中國方面的 一個當然就是中芯國際 另外一隻 我都不記得名字了 總之是中國 第一第二 這是大哥的芯片股 這兩隻都會在中國 對阿爺說 未來幾年裏面 要發展半導體業裏面 將會受益 先講回恆生指數 現在是在12點鐘 在16501 應該是在現水平整固 看到這裏這樣 不用說了 是在現水平整固 經常我都會問 在這個位的表現 會不會像這個位的翻版呢 因為你這樣回去的話 就會真真正正 不太好樣的 這裏這樣橫行走 和這裏這樣橫行走 走到差不多 你便會穿底 至於哪裏穿底呢 當然穿底那天 就是會在於 你查破這個 保利加通道的中軸位 這個中軸位 暫時是257度的水平 這個是放大了一點的 整體恆生指數 如果下跌到257等等 這件事 是否掛得呢 我也不覺得掛得 因為恆生指數 整體現在 應該要開始一個向上的趨勢 起比較不遠的將來 我講不遠的將來 應該可能是 在三個月之內 或六個月之內 他應該有機會 想上去見 29,500左右 這個水平 至於你見了底沒有 我又認為 恆生指數 起231 24幾這些地方 是見了底的了 下跌的時候 可能去試一試 下跌到257等等 這些位置 大約有1000段 這段幅 上面如果是29,000的話 建完255幾之後 上去上面 就有4,000點 跌下來1,000點 上面是4,000點 所以我個人的看法 就是說 恆生指數短期 是趨向於一個是整固 是高位的整固 之間最終都會上升 當然了 上升的意思 我給他大約三個月左右的時間 有朋友問 中國海外 為什麼會經常跌來跌去 為什麼很多人來的 地產股或者什麼等等 連香港地產股 這麼欣豬都會升 為何在中國海外 會每天都會跌呢 在這點裡面 我們首先要看 如果我們從一個月線圖來看 中國海外 其實已經由大約五元雞 升上來三十多元 升了七倍 升了七倍的股票 現在調整回來 由這個是三十多元 調整回來 現在都是十八元左右 都是大約三分之一左右 這個代表什麼呢 其實代表了中國整體來講 中國海外可以反映 中國的樓房業 已經是進入了 花開 花謝了 以後 中國的樓房業 就好像香港樓房業一樣 最頂盛香港樓房 最頂盛的時點 就是大約是前幾排 就是前十多年 直到現在呢 就是有家沒有市 國內也一樣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爺現在認為 樓房業如果不加以管制的話 它是太過分的借貸 是會帶來銀行業系統的泡沫化 危機化 它會將房地產借債的風險 轉嫁給銀行 這個也是我在 在星期一的時中的文章說 逆綱那篇文 大家不要替笑 它講得很清楚 中國是不會讓你 在這些一行一業 搞到金融體系是掛了 美國這麼龐大 在這個曾經之前的時候 長期這個資本對沖基金 倒閉了 差不多搞到 美國方面是掛了 這就是1998年的事 當時 老賓財商是72小時 是連環打電話給全球的大銀行 叫它不要向 這個長期資本對策基金 Long Term Hedge Fund 來追債 讓他們有一個慢慢償還 這個債務的時間 若然不是的話 一爆起來 美國不用到今時今日 搞到這樣的衰弱 已經在1998年已經掛了 整個金融系統是會倒閉了 中國人是知道這個問題 易綱在1996年 也有文章提及到這件事 易綱是現象中國人民銀行的行章 所以由於他看這個危機多 他今天能夠做銀行行長 不是沒有原因的 好了 既然是這樣的話 中國海外就是怎樣 在今年 今年 去到高位之後 慢慢回落下來 那代表什麼呢 代表就是 這個就是所謂 中國地產業的黃金發展時期 可能 當然 我只是說可能 是一個已經是畫上了 看到最燦爛的時刻 之後接下來 所有的地產業務 你都不要想著有龐大的盈利 來支撐它 在這一點 如果還想著要靠磚頭 來炒的朋友 就要小心一點 在這裏 我認為這個中國海外 還會跌到多少 我真的不知道它會跌到多少 不過我只知道 短期來說 來到這裏 應該有一個反彈 反彈了什麼 可能是19元左右 19元左右 於是又會再來是跌 跌到多少 會不會跌回17元 或者跌低多一點 我不清楚 這是看市道的走法 不過很明顯 現在只是一個反彈 如果有貨的朋友 應該可能要考慮 去看看是否需要 及時處理它 當然你說 我高於19元去買 那將會怎樣 對不起 這個自己割下事件 因為你一定要留意到 現在中國是一個政策上的轉變 不僅在地產業上這樣做 很多的所謂IT金融業 就是螞蟻 都會要受到影響 如果大家還撲著一件事 以為是以前是這樣炒 以後是這樣炒的話 對不起 你再看看易江編文 中國銀行的系統安全性 是不可被挑戰 如果不保住這個金融系統的安全性 中國是會塌 中國有幾種的系統安全性 一個是金融業 一個是糧食 一個是軍事 這幾大方面 現在糧食會慢慢搞 另外在金融業方面 現在正在用力 因此 以前很多東西的變化 以前很多東西會產生變化 怎樣變化 又是要看易江編文 朋友有問 中國鐵塔怎樣 我自己覺得 中國鐵塔 暫時來說 起這個過二至過一 是應該苦盡今來的日子 但是買了之後 是不是可以很發達呢 我又覺得又未必是 始終你仍然是 這是周線圖 你看一下 只是一個下節下來的 日線圖上面 不能見得 是真正扭轉了形勢 不過 真的覺得衰到幾貼地 在這點 因此它可以反彈 向上示範保利加通道的中軸 這個大象1.27 大象就是當作1.3 那下面又怎樣 它跌穿了 這個是1.2的話 就起1.1.9 止蝕 不過我想 去到這個位置 都沒有貨出 如果很多朋友 是已經真的去到這個位置 都不出貨 或者本貨已經出光 那就很簡單 中國鐵塔 是可以慢慢 在低位置 穩定下來 那中國鐵塔是什麼呢 中國鐵塔 是有一隻東西 我不知道大家 有沒有印象 那隻叫做過海隧道 過海隧道 沒有聲沒有氣 不過它很重要 它天天都在運行 它天天都在賺錢 以後呢 中國鐵塔就是這樣 無聲無息 不過幫你是賺錢的東西 你不要想著 它可以由 當它是一隻5G 好像阿里巴巴那樣 你當它是阿里仔仔 那時鐘 可以由這個是 十元雞 去到三十元雞 不行了 那中國鐵塔 都是有一點 就是 在這方面 它只是說到 是 在 目前 是毫多 三五年後 可能會是 五毫一元 來的變化 那如果它真的 降到 這個毫多 就是 過一 或者是 過二 是可以考得 想累一下 是吸收少少 不過 大家會對這些股票 是很悶很悶的 我們想請問一下 這八號仔 大家有沒有抓破呢 現在它是家家 是不是悶到你都沒有人去提呢 那為什麼你沒有人去提這八號仔 要去提這一隻東西呢 是不是 好了 數碼通 悶不悶 悶的 中移動 悶的 悶的 聯想 悶的 悶的 中國電訊 悶的 為什麼這些 所有這些 就是這個通訊 資料上面 這些環節的東西 還是這個通訊方面的環節 都是這麼悶的話 你會要求中國鐵塔 是這麼大活力呢 是不是似乎有些 是要求錯了 如果大家 都是 魚桌上面的魚 這樣 攤起來 你不可能要求中國鐵塔 這條魚 會跳下來 起身游泳 所以 在中國鐵塔方面 我會覺得 如果傑島下去過二 現在它是一條二 你買不買 各自去想 我覺得 由於現在 還有很多好股可以買 中國鐵塔 是可以放棄著 不過 你用眼尾 瞄著它 要真正考量的 起碼要踏入 2021年中之後 好 接著 中芯國際 中芯國際 是中國一種 重要的 是芯片股 在整體方面 我會認為 首先 是不是中芯國際 是的 中芯國際 中芯國際 是一個重要的 這是中國鐵力股 在這點裡面 中芯國際 它目前 日後一定好 日後一定好 不過目前 由於它升太多 最高時 去過四十多元 跌下來 四十多元 那裡是因為 為什麼呢 是因為 由於是A股 回歸A股 當時很多人去炒 紅心壯志 因此四十多元 這個價 我會覺得 在一段時間之內 已經將會是 高山 樣子 可望而不可跡的東西 當它是延安百寶塔 立於高山之上 之下 是很難攀翻上去的 原因就是 當時 它們因為炒得太多 我個人認為 中芯國際 基本上 是應該 起 這個 三十元 就是這個通道頂 以及這個底部 就是十五元 這裡移動 這裡曾經去到十四元 所以現在三十至十五元 有十五元的波幅去玩 在這個整體來說 中芯國際 長線是會上升的 去到三十元這些位置 在短線裏面來說 它真真正正 特別是在這個位置裏面 它們會作為做一個 現在要在這個水平度 是作為一個整股 是現水平整股 如果你真正要買的話 我覺得 可以在現在二十三元買 或者你遲一點 等你二十二元買 那二十二元 那買哪裏呢 因為這裡 底支池 就是二十一元四 你二十二元多買 買貴了六號子 當然 你也可以等到二十一元四才買 以至低於二十一元四都買 那你買這些時候 就有一件事 我會覺得 中芯國際 它們最主要好的 教華雄半導體 就是中國第二隻 下一次 接下來會談到的半導體股 它們最好的就是 中芯國際規模比較大 人才比較好 亦都因此 我們可以去 作為一個長線的機網 如果你要讓我去做的話 我等會講講 接下來這十年 如何買中芯國際和華雄半導體 華雄半導體 無論在甚麼形勢上 在技術走勢上 華雄半導體 都是比中芯國際強勁的 起碼它不死去下面 它是在這裏來說 是打橫的 上面 上面 如果一旦穿了39元 上面 它可以再跟著更加高 這個是雙頂 是不是雙頂呢 我認為不是 我認為這個正在做一個 即是原底 下面這裏 大致上 你會找得到 差不多是20 即大約是30元左右 這大約是40元左右 如果再上去 即是華雄半導體 其後真的可以看到有50元 45至50元 它真正 那你會說 這樣會比中芯國際更強一點 是的 可以在價格上更強一點 原因是甚麼 不是因為它是等等 技術圖表是這樣 是這樣告訴我 我只會這樣 而在技術走勢上 無論是中短長線 華雄半導體現在 都是一個 是處於向上的情況 中芯國際 為甚麼不可以向上呢 因為上面太多蟹貨 好了 接下來這10年 或者5年 我們怎樣看這件事呢 既然確認了 半導體股 是有阿爺的支援的話 肯定這個不會死得太多 當然 如果你找到有隻 就像漢宏那樣 紫光那些 就掛掉了 那些是經營不善 那些人是心頭太高 真如像華雄一樣 已經默默耕運了這麼多年 中芯的話 人才是真正好的 他們可以做得到的話 我會覺得 這個可以考慮 這些股票 我會覺得 在接下來的五年 基本上 可以以 甚麼呢 以21元 以華雄 21元 作為一個 very very 底 短期的 我們可以 以大致上 30元 作為一個 底 如果有跌下來 在這些水平 是可以不凡級 而上網破了 如果39元 亦可以考慮追入 駁到上面 去看這裏 好了 中芯是怎樣看呢 中芯 我覺得它現在還在捱价 還要找一個自己的底支持 而作為一個出路 那我會覺得 它比較不會這麼容易 回到16元 它應該在大致上 20元左右 有到它的支持 所以20元左右的話 不妨可以考慮 稍微吸納一點 然後它升上去 來沽一點 下來 來沽一點 那有沒有識派的 沒有 不要打算派識 因為它派識的時鐘 是多餘的 應該要拿它怎樣 全部發展就最好 好 好 接著 跟華航半路在一起 接著有遺柴動力 遺柴動力 我又覺得 其實大家可以認真去考慮 考慮一件事 遺柴動力 現在如果周線圖上 你看到有三個頂 似乎應該是破頂而上 上面 可以再望高一點 22至23元左右 在現水平 我覺得是可以去吸納的 我等下講原因 在這裏 大家會清楚看到 是否正在做一個雙頂 上破的話 是可以的 這個頂這裏 是18.2元 今天是18.02元 只差1.2元 若然它能夠站起 這裏是保利加通道的上軸 這裏是18.6元 即時已經上破了這裏 上破了這裏之後 這裏是18元 這裏大約是14元 中間加近有4元 那裏是22至23元 為財動力 為何我會覺得它可以好呢 就是這樣 第一 我們看看 基本上我們見得到的 所謂一帶一路 RCEP 它們是東盟方面 大家協助 需要多了運輸 中國方面 國內景的 不要說車要賣給外面 國內景是否需要多了運輸 若然是這樣的話 這些遺柴動力 它們作為做一個重型貨車的引擎等等 是否會多了一些消路 因此我覺得 接下來的五年至十年 遺柴動力可能真正正正會站著一個 在周遷圖上面 是一頂高一頂的程序 所以亦可考慮作為長線的投資 波動範圍我們見得到 18至14 這個階段 不過我覺得 接下來的兩年 波動範圍可能會有 這個低位 18至14 這裏有4元 有4元 我們會看到它移高了一格的水平 這個位置是哪裏呢 這個位置是16元 16元的時鐘 上面又加多4元 就可以去到20元 18元很麻煩 它剛剛在中間 上面看2元 下面看2元 所以這點就是 大家看看你的是傾向 我覺得 如果有機會跌下來 是在17元那裏 是值得吸納的 你會找得到 如果你有貨的話 暫時就去到這些位置做支持 等等等 如果沒有貨的話 跌到這裏 你又可以去考慮買 這個是給有貨的人去看的 沒有貨的人 肯定是不看你 跌到下來才去倒閉 很多朋友都問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在周線圖上 就是這樣 它升穿了 約保利加通道中軸 有沒有機會升上去 我又提及一個問題 這個不是升穿了 它又跌下來 為什麼呢 阿里巴巴現在出現了很大的調整期 很多人之前寫 由於螞蟻金服等等 是有很大的憧憬 然後就衝了股價上去 很多人亦都認為 阿里巴巴說了 六個月之後 可以螞蟻金服回來上市 說它六個月之後 可以回來上市 這是阿里巴巴說的 不是阿爺說的 六個月之後 你能否找到來 看看你怎麼做 第一件事 你解決了你的資本結構模式 解決了你很多的大而不能倒的模式 你就回來了 若然是這樣的話 我想請問螞蟻金服 到時的市值 還會以萬億計呢 如果只是以千億計的話 我想請問 之前炒了上去那段 阿里巴巴的股價 是否應該要回平靜呢 所以我自己認為 這次阿里巴巴的反彈 來到這個位置之後 它是可以再下調的 下調當然它可能去到這些水平 也可能是更低 原因是 阿爺 今時今日來講 是不會手軟 凡是這個是金融 特別是網上的金融 而可以帶來了 傳統中國的金融系統衝擊的話 阿爺一定會要你死 他不是跟你死過 他不需要跟你死過 他只是要你死 因此 我又覺得 以前對於所謂的 網上金融 有很大憧憬的朋友 你又再看一看 今天星期一 易江那篇文 看看 可不可以給你呢 記住有一件事 在中國裏面 這個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什麼叫社會主義 社會主義 基本上是軍富 所以 不會在中國 是有特富 你可以守富 不過 你不可以使一力專富 這個是中國的國產 所以 而Amazon 如果他來中國 他一樣會受到馬雲這樣的待遇 就是他要怎樣呢 麻煩你拆掉他 美國呢 不會的 Amazon 他會打死窩蜜 你一定要看中國怎麼看這個問題 你Amazon 打死窩蜜 打死了很多超級市場 那些人去哪裡找飯吃 就義問題怎麼解決 在中國來說 一定會有一件事 大家都找飯吃 你不會一個人吃那麼多 所以中國那裏 自歷朝以來都是有一件事 富可敵國 跟著有兩個字 叫必瓜 一個例子 就叫石崇 我不知道是不是他那些老祖宗 石崇 是曾經試過 怎麼做呢 皇帝去他家裡吃飯 說隻豬 很好吃 你用什麼來餵他 石崇說 我的乳豬仔 是用人奶來餵的 皇帝聽完之後怎樣 真正說 我宮廷之豬 都沒有用人奶來餵 你用人奶來餵 怎麼搞呢 所以最終石崇是被刺死的 富可敵國 這是需要讓中國歷朝歷代 都要引以為戒 如果大家不明白這一點 而走去以為 愈富有愈追尋的話 會有一個問題 感謝大家